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最新公布的诸多榜单中 周深均榜上有名 其中不乏明星是李周 星耀人气榜 环球音乐榜等 不管是何种榜单 周深均是领头者 凭实力登顶的人 不怕大众的检验 各项数据均表明选择周深是对的 本期有你音乐榜Top5周深一人独占三个位置 其中跳舞的月光拿下冠军的宝座 作为上届冠军的国际歌 暂时退居第二 一直稳定在Top10的决恋 也成功占据第五的位置 相对于其他歌曲 跳舞的月光上榜时间比较短 奈何不了他长是梦啊 短短31个小时就登顶 并成功未免冠军 同时他也成为周深在有你音乐榜上的第八首夺冠歌曲 至此 周深已经产生不见就散昙花一现与即时 我是你的水起风了 剪悬崖之上 国际歌跳舞的月光等八首夺冠歌曲 成为有你音乐榜时上夺冠歌曲最多的人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看一下星耀人气榜的成绩 好家伙 今天一打开还以为是周深的歌单呢 从榜首到第十的位置 都是周深的歌曲 这种罢评的感觉就是很爽啊 话说周深最近的影响力却是挺大的 OS的新歌相继官圈 先后为电影《1921》和《人叶少年的天空现场》 热搜不断 话题阅读两军破译 讨论超百万次 多个软件均受到冲击 哪里有投票 哪里就有周深 只要周深粉丝想要 那么取得好成绩不是问题 就像在刚刚结束的网易云音乐 2021上半年音乐榜单人气榜 他的票数一直很高 虽说这是靠粉丝一票一票投出来的结果 但归根结底是因为他本人足够有魅力 才能吸引众多粉丝乃至路人 每天为他奉上宝贵的一票 不愧是周深能打破周深歌曲记录的只有他自己 他的影响力数一数二 开年新发布DOST没有哪一个热度是低的 几乎都上过热搜 且指数颇高 这样的歌手会越来越受制作方喜欢 所以这只是2021下半年的开门红 后续会更好 无法抑制的快乐 这个7月 属于周深的高光时刻即将来临 开心的事情 总是会扎推结伴而来 炎热的夏天最好的搭配就是有周深的月子吧 对的 事实就是这样 在集训之后 在新歌之后 我们又将迎来属于我们的快乐 请各位准备好被带飞的节奏呗 首先 周深为剑网三线唱的主题曲《江湖缘起》 将于7月16日正式发布 不得不说 这次主办方也是体会完的 本以为这首歌会弯到超车 在跳舞的月光之前发布呢 谁知道 人家只来了一句没有歌词的阿达阿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 就是这简单的一个字就让人彻底沦陷了 想必又是一首仙音缭绕的歌曲吧 紧随其后的 自然就是我们早已录制完成的《念念青春》 官方虽然没有透露具体7月的哪一天播出 但是根据片花 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节目 周深与好朋友崇溢青春 一起去探寻只属于他们的美好记忆 既然是燃情肆意的7月 必然是好戏连台的节奏 周深如今的热度不用多说 所以总是有众多的瓜塞给他 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 有的的确是知情人知道并透露的 有的则是纯属靠周深获得热度 面对众多的瓜 大家只能全凭自己判断 日前曾多次传出周深即将参与一档音乐节目的录制 有些人已经开始售卖录制当天的门票 这是B站原创音作我的音乐你听码 同时也是B站2021年度S加级音乐综艺 将邀请年满18周岁的原创音乐人 不走选秀流量在这里将遵循初心尊重创作表达 回归音乐本质 常驻嘉宾有戴佩妮 许颂 周深 薛之谦 然后每期一个飞行嘉宾 虽然没有官宣 但是看到这种情况也为周深感到高兴 因为一档全新的音乐节目 要想在宣传初期就拥有很高的热度和关注度 那么能成为你要嘉宾的歌手 必定是国民度很高或者是实力很强 再或者是流量很高的存在 这也恰好说明周深不仅仅有实力 有指导能力 有综艺感 还有很高的热度与流量 曾经的无人问津 如今的歌声遍地 是他努力付出而得来的 繁花似锦的青春然是必须的 阳光耀眼的夺目量是必然的 曾经过往已是过去 坎坷堆积 成就此后的康庄大道 只因你红 票数被质疑 发歌数量饮不满 周深请把不服化为动力 面对最近娱乐圈的热门投票 周深为何总是风口浪尖上的存在 只是因为他又红资源又好 请周深正视自己的热度 把所有的不服化为动力 积蓄前行吧 你的身后有太多的人对你寄予厚望 在刚刚结束的东方风云榜投票活动中 经过激烈的追逐和光铜臣驼引而出 本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没想到却引来各种的质疑 为何呢 因为生米太能打了 区区几百万的粉丝竟然可以投出这么高的票数 让许多人愤愤不平 总感觉自家的票数不正常 殊不知 周深的粉丝都是铁杆般的存在 虽然人数不占优势 但是每一个都是最真心的粉丝 一到投票的时候 纷纷响应 之前的粉丝都可以为周深打下这个大奖 几年过后 越来越多的粉丝 也是可以保持这个战绩的 2021年刚过去一半 周深就已经发布了14首欧斯 这个数目应该在同类歌手中属于娇小者吧 毕竟劳魔周深的称号不是白叫的 但是又掀起一波风浪 很多人不明白周深为何能唱这么多的欧斯呢 大数据时代 资本看的就是数据 数据决定了资源分配 曾有人这样说过 我作剧首选又有流量又有实力的歌手 虽然歌手不抗收视 但是可以扩大影响力 起帮宣传作用 给出来的数据也好看 各方也都认可 对于歌手来说 优秀的作品才是第一位的 优秀的作品是歌手星图的重要基石 周深的实力毋庸置疑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良心之作 可以让每一个听他歌的人都心服口服 也可以用自己的声音为剧情服务 曾有观众这样评价周深 请你不要唱了 我都快哭了 那么数据呢 我们可以来观察 有你音乐榜 这个榜单是由五个维度构成 能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歌手的热度 根据今年上线的13首 欧斯跳舞的月光 正是音员还未上线 不难发现 周深共有12首歌曲 进入有你音乐榜的前十 同时国际歌俭悬崖之上 共同荣获冠军的宝座 被人诟病票数不正常 发歌太多 那就请周深再努力一下吧 不要停下发歌的速度 我们继续打榜 他们太想你的数据越做越大 取库越来越难 单取循环 总是在不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 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